莫少 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生 天诺 后期制作 悠悠 第十四集 一旁站着的沐云深刻感受到了莫前行身上的冷气 尤其是骑军阻挡她的那只手 沐云深深为她感到悲哀 莫前行看着自己胳膊上齐军的手 白皙的都能够吐出血管来的样子 看样子 外界传闻她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件事应该不是假的 莫前行勾勒勾唇角 凑近宋燃的耳边 说出来的话却让整间屋子的人都能够听见 然然 她不让你走吗 莫前行 宋燃是一个人 她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没有强逼她的权利 男人勾勾勒勾嘴角 哼 他没有逼迫宋燃的权利 这真是她这么久以来听到最好笑的故事 宋燃 你告诉她 你想不想跟我走 莫前行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宋燃 宋燃分明从她眼里看出了威胁 她的妈妈还在她手里 她不能任性 宋燃咬了咬唇 看着眼前的齐军开口说 齐军 你不用担心我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先坐吧 没事的 齐先生还是不打算走啊 莫前行搂住了宋燃的腰 弯下自己的身子 屡气略有些轻浮 然然 今天的这个时间这么的合适 不如告诉齐先生我们之间的关系 让他放心 你觉得怎么样啊 宋燃的眼睛里 罕见地出现了恐惧的情绪 只是这样的神情落在莫前行的眼中 却越发刺眼起来 他的手握住宋燃的手指 不断地玩弄着 然然 不然就你来告诉他 我们之间的关系 好不好啊 莫前行 你疯了是吗 宋燃 你现在是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了是吗 齐军看着他们两人的样子 心中已经大概猜出来 他不想为难宋燃 然然 你回去好好养病 我先走了 齐先生是不敢面对了吗 他 宋燃 是我的情妇 宋燃的脸色 几乎是在莫前行说出来的那一刹那 就变得苍白无力 握着莫前行的手也松弛了下来 齐军现在 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眼神来看他 宋燃已经没有力气去看了 他整个人呈现一种很疲惫的状态 莫前行看着的这副样子 面上笑得更加猖狂 心中的怒火却溅气 如果齐先生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带着他先走了 莫前行说着 便抱起了宋燃 宋燃窝在他怀里 像是一个易碎的雌娃娃一样 两人掠过齐军的时候 男人眼中的心疼很是明显 林雨柔接到消息 赶到医院来的时候 刚好看见莫前行抱着宋燃离开 宋燃握在莫前行怀里 整个人脸色惨白 男人脸上的神情难看的厉害 整个人身上的气场 能够冻死人 林雨柔皱了皱眉 他们两人都没看见她 她探头 向病房里看了一眼 里面站着的是傻愣愣的齐军 你好 你是 齐军看着递到自己面前的手 鲜红的指甲油 看得人心里不是很舒服 女人脸上的神情 太过于有侵略性 她只是看了一眼就已经知道 这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齐军转身就要走 身后林雨柔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是齐军吧 我见过你 你喜欢宋燃 是不是 齐军的脚步停了一瞬 并要接着走 我可以帮你啊 齐军转过身看着林雨柔 似乎是想听她说下去 林雨柔的表情变得越发得意起来 只要你跟我合作 我们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怎么样 据我所知 你已经和莫千行订婚了 是 但是你也看到了 宋燃那个小贱人 做了千行的情妇 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能够忍上 林雨柔长长的指甲 嵌入自己的手掌心中 整个人的样子有些惊狂 齐军却在听到了 情妇二字时 脸上的表情略微有些不忍 跟我合作 宋燃归你 以后只要她不再来 打扰我和千行 怎么样 这交易你不愧 齐军听了她的话 却笑了笑 原本因为生病病态的脸 笑起来却别样的迷人 林雨柔意识之间 有些看呆了 林小姐 我觉得你有这个时间 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去维持你和你未婚夫之间的感情 齐军说到这 皱眉看了一眼她身上的衣服 欲掉没有起伏 你脸上的妆太浓了 林小姐还是回去提高一下 自己的审美比较好 齐军说完 眼里眼自己的鼻子 似乎是对于这个女人的样子 有些受不了一样 转身迈不离开了 林雨柔握了我自己的手 看着齐军的背影 眼中的恶毒一闪而过 齐军 我会让你后悔 今天的选择 另一边 墨家别墅 宋然自从医院里出来之后 脸上就一直没什么表情 墨前行把她放到床上 看到她脸上没有血色的样子 伸手握住她的下巴 语气森冷 宋然 你这副样子给谁看呢 宋然只是单单地看了她一眼 却没有半分想要说话的意思 宋然 你还在想着齐军吗 她已经知道你是我的情夫了 你觉得以后 她还会对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我告诉你宋然 你最好认清楚你现在的身份 墨前行 你混蛋 宋然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 墨前行说到这儿 身上的寒气更加逼人 她松开宋然的下巴 冲王妈吩咐道 王妈 去把粥端过来 让它吃下去 我不吃 你没有拒绝的余地 王妈把粥端上来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看着他们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 叹了一口气 拉了拉宋然的胳膊 宋小姐 你就喝了吧 王妈刚刚熬的 喝了 身体才恢复得比较快 宋然不想搏了王妈的面子 但是她现在真的没有胃口 墨前行皱了皱眉头 冷声说了一句 王妈 看着她喝下去 今天她不喝下去 你就走人 说完话她就下了楼 王妈一脸为难 都落在宋然的眼里 宋然并不想让王妈为难 她拿起一旁的碗 里面的粥很稀薄 味道很好 记忆像是开了闸门一样 关也关不住 冉冉 快来 我给你熬了粥 快起来喝一点 妈妈我难受 不想喝 你发烧了 先起来喝点粥 然后去吃药 很快就好了 宋然点了点头 却还是浑身发软 不打算起来 宋妈妈看她的样子 很是无奈 却没有说出 什么生气的话语 只是把她扶起来 靠在自己怀里 拿起手中的粥 吹了吹 来 冉冉 多少吃一点 不然病会好得更慢的 快 妈妈在这儿呢 记忆中的那个人 渐渐地变了样子 变成了目前行的样子 他还是那个冷冷的少年 手里面提着 不合时宜的白粥 他肚着嘴 似乎是不满意 他只买了粥 目前行却没说话 两人坐在绿草地上 他把粥盖子打开 拿出勺子递给他 生病发烧了的人 就只能喝白粥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